以下這條影片就是想講解關於供應商的建立 以及收到供應商的帳單 我們應該怎樣在系統處理 和找數的時候我們應該在系統怎樣處理 我們就有三個部份 我先講第一個部份 就是建立了供應商的資料 先打開這個vendor這個介面 就是vendor這個地方 然後站進去 你看到就出現了一個vendor list這個介面 在這個介面的最下面 有一條vendor的地方 那你就站進去 看到有個new new的意思就是說 建立一個新的供應商的資料 那我們現在就嘗試 輸入一個新的資料進去 那你care給你看 第一個vendor name vendor name就是輸入那間供應商的資料 或者我假設 又選公司 案面可 Raising fnode 其他 role 這些啥 好 ok nossas 所以我就把他订阅为S的index 同样道理 下面就是有关供应商的基本资料 这个就是链铭印、电话、fax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输入你的资料 我都不再打了 假设你全部进入之后 那就OK 供应商的资料就已经建立了 非常简单 有个供应商的资料在这里 假设我们收到这个供应商寄来的一张帐单 那我在系统里应该如何去处理呢 OK 我们 去回这个界面 Render这个界面 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叫Enterview Enterview这个icon 那我们站进去 这个界面就是输入一张供应商的账单 好了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选一个供应商 那我就设置多一间 那我就再回到这个信科局务 这个公司 OK 那张单的日期就是在这里输入的 假设那张单就是5月3号输入 就是對方發單的一項 下面一個叫做bill deal這個地方 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張單的到期日是幾次 那通常呢 如果以我的處理方法呢 我就將他的那張單的到期日 就設定了下個月的20號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 一會兒如果要找回那張單出來找數的時候 那個系統那裡是會要求你輸入那張單的到期日 如果我將全部供應商的單都設定在6月20號的時候 那我去找單的時候 我就方便我去找回那張單出來 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方便我找到 那其實就是我的做法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的情況 就應該根據你的做法去做 那就一定要跟我的 OK 那假設那張單一千塊 那麽多錢呢 那這邊輸入那張單的這樣硬 一千塊 一千塊 referent number 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張單的… 那張單的一個角編號 那那張單的邊號是 026 OK 那這邊有個bill 就輸入那張單 那就是做些什麼的 假設它就維修水管 這個就設定了它是一個叫做維修費 這個費用來的 按Emo 我就copy 回這個維修水管 基本上這張單就輸入了 輸入了 我們回到儲存 基本上這張單就輸入了 好了 到我們要找數的時候 那我在系統那裏應該怎樣做呢 那你去到就是這個Vender這個介面 那你見到叫做Pay Bill 那叫Pay Bill的icon 那一鍵進去 它要你選一個單的到期一 那我們在這裏 首先我們設定了620號 那我又選620號 OK OK 那你會見到就是有一張單 出了出來 你會見到這個系統就會將 在這個到期日 當日或者之前的所有單 將它全部列出來的 那這個由於目前只有一張 所以就不一張出來了 好了 那因為我們要找這條數 那你就會把這個 告訴大家 我們要找這條數 好了 那找到 找到之後呢 你就會見到呢 下面有幾個地方 你要做的 第一個就是說 你由哪個賬戶出數 那通常找到的都是支票戶口 那你把那個中文支票 OK 好 那就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Assign Check Number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一陣子會輸入一張票的號碼 告訴你 是多少號 那 Payment Date 即是找到日期 假設我們這張票是520號 找到日期 OK 好了 那 那就按這個 Play and Call 就是說找到 找到這個 這個動作 按 好 那電腦就會列出來 告訴你 你現在是520號號碼 那你這個就是 找哪間公司的數 那 還有一個叫做 找多少錢 那這個Check Number 就是說 輸入一張票號碼 那解釋票號碼 是000016 OK 那 OK 那就搞定了 好了 那如果我們想看回 剛才所做的所有的 的資料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都要看回這個介面 找回Render 那 看到這個 找回一個供應商 又 Ridekick 看看 叫做Quick Report的地方 Quick Report的地方 那你呢 就會 按到最上 哦 這個位置 好了 那你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 這裡有 有兩筆的 的 的動作 你曾經是輸入過 在電腦裡面的 第一筆就是一張單 來的 那這張單呢 就是 5月3號發單的 那 單號碼就是01526 那張單是什麼呢 就是維修水管的 那是1000元 OK 那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5月11號 那你就 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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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喜歡的 就是00 00 0016 的 和後果 這個中文資料 我出現的數 都有一錢 那由於 剛剛好想找完 這條數 所以是你那個 供應商指 裡面 都沒有有 outstanding OK 那講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隨時打電話給我 OK OK